HELLO 大家好,我是Micky 現在是早上的8點,我們一行六人已經上來五合目了 因為想爭取最多的休息和拍照時間 所以我們6點半就集最早的車上來了 事不宜遲,我們現在去做完醫生之後就會上山了 每年的7月頭至9月初,富士山都會給大眾上山 我這次就跟著一班朋友,選擇了9月登山以避開人潮 由於山上山下溫差可以達20度那麼多 所以建議大家以洋蔥式的穿衣法方便保暖 富士山一共有4條登山路線 我們就選擇了交通和設施都最方便的吉田路線 如果大家是首次登山,也推介大家走這一條 因為支援始終比較多 五合目至六合目是最容易走的路 而且有樹蔭遮擋,非常之涼快 我們亦都趁好天氣,拍了合照 去到六合目開始,就是無盡的枝字形上斜路段 亦都是無遮掩的路段 大家記得準備防曬用品和多喝點水 來到富士山最有紀念性的就是可以買一個行山場 有小和大的,我就方便懷帶買了小的這個版本 去到一些山上的小屋就可以吸引仔 現在我就是吸一個了 每個落印大約300日圓一個 全部都是獨特的設計 各位如果喜歡的話,不妨收集多幾個吧 由七合目開始,路就變得更加崎嶇難走 各位記得帶手套去附座攀上山坡 而沿路山兆屋都有廁所 但每次就要收費200日圓 而食物方面,收費就是三至四倍的價錢 到達了八合目之後 因為已經達海拔三千米了 空氣就變得更加稀薄 如果有需要呢,可以先購買氧氣瓶 以防萬一 行了大半天,大家都會在入黑之前 找山兆屋休息一晚 第二天凌晨再供頂看日出 但提提大家 七至八月燈山人士非常之多 所以各位記得早點預訂山兆屋 現在已經是七年了 我們剛才去了富士山Hotel 它就包含了山兆屋 晚餐就是咖喱飯 早餐在我們準備晚餐的時候 已經一停的晚餐 讓我們任何時間上去 在山兆屋不可以洗澡 所以建議大家帶備濕紙巾進行簡單清潔 而休息的地方十分之簡單 只有床和皮 所有人都會肩並肩地睡覺的 如果有興趣看日出的人士 應該凌晨一點多就開始出發了 可惜當日天氣突然變差 又打風又下雨 所以基於安全理由 我們決定放起燈頂 慢慢下山 下山都有幾條路線 我們就選擇了相對平坦的急田路線 但是沿路、斜路、沙石都比較多 所以各位可以穿高筒行山鞋 或者戴背腳套 好大風呀 而山路如果在打風下雨的時候 就更加濕滑 所以行山障一定不能缺少 雖然今次未能到山頂 但是我覺得仍然很值得去行 尤其是雨後見到彩虹 就更加令人感動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行山 不妨計劃下下年去富士山一趟 想看最新iPhone消息 即上Gadget GuyFacebook page